我是宋定祥 那今天就是我們這個大法庭制度的 有關於草案公布的部分 最後一個介紹 今天介紹主要在於 判例跟決議制度的存費 一樣一樣我們先把這個 之前有附的這個 大法庭制度運作的架構圖給大家看 那如果還不熟悉的話 可以再看影片有助於大家 對這個大法庭心智的 理解這樣 好那今天要介紹這個 廢除判例選編還有 變更制度甚至是 廢除決議制度這樣一個 主題 那第一個要提到的是 現行判例制度 向來被批評是說有違憲 之餘那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先介紹一些背景知識 可能大家已經很理解如果 學憲法 或是其他法律可能都有提到這樣 那判例制度是什麼呢 判例制度也有叫做 判決先例 stay as deceased 這樣一個 判決先例的 拘束的正的話 根據在於說 類似事件的案件 應該為相同的處理 那所以說 個案法院在原用判例時候 因此判定個案的事實 與這樣一個 判例事實的重要事實相同 material fact 是相同的 好 那也就是說啊 某一個法院 如果發現 針對同樣的事實 同樣的法律問題 有 已經有 過去已經有 法院表示過意見 已經有最高法院 表示意見的時候 那可不可以 原用這樣一個見解呢 那他可能要先想到 欸 審判獨立 審判獨立的情形 呃 就是讓個案的法官 可以不受他的 不受其他法庭的拘束嘛 但是呢 有另外一個 程序法案要求就是 呃 法令性 那法律見解一致性 那 故意到這樣一個 法律見解一致性 故意到這樣一個 平等原則的要求 就會有這個 判決刑例 拘束的這段話 根據 也就是類似事實 類似事實的案件 因為相同處理 所以 一開始呢 要先判定這個 事實 是否 是否類似 那 事實不可能完全一樣嘛 那 那可不可以原用這樣一個 呃 這樣一個法律見解呢 就要先探討他背後的事實 是如何 因為這個 司法權勢就 個案 來表示意見 也就是說 就個案的事實 在個案的事實 架構下 正對這樣的事實 來表示法律意見 那可不可以原用這樣一個 法律意見 就要回到 判例的個案事實 那 事實有很多嘛 那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一個 法律意見 那 就要先探討他背後的 重要事實 所以說 如果 呃 呃 呃 現在這個個案跟判例事實的 重要事實 是相同的話 就可以 把這樣一個 判決先例 予以沿用 好 那 我國 對於這個判例制度 有一個 判例選編制度 那他法律根據在於 法院組織法的第57條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 現在有的批評是說啊 或是這個 法院組織法的修正理由也有提到 我國現行的這個判例制度 他是將最高法院裁判中的法律見解 從個案中抽離 那而獨立 與其這個所依附的個案事實以外 成為抽象的判例要職 此時具有通案的法規範效力 那 如果 甚至說如果個案判決 違反判例的話 則相當於違反法律 則據以為上述第三者 或是在成事由 所以 這樣一個司法權運作下 就 有種逾越司法權的感覺 那 這個 變成一種立法者的概念這樣 所以違反權力分立之餘的這樣一個批評 那 所以 現在才會出現這個大法庭制度 來取代三個判例制度 那 修法理由就有提到說 那 這次的這個修正 增設大法庭制度 已達到可以 統一 終審法律 終審法院 見解的這個 目的 所以說啊 過去 雖然判例 有這個 存續的必要 某程度有存續的必要 那但現在已經沒有必要了 況且這個判例制度有違憲之餘 所以呢 就趁這一次的這個機會 廢除了判例選編或變更的制度 那至於判例未來的定位 這個草案也有提到 分兩種情形 另一種情形是 呃 在特定期日前已經依法選編的判例 如果沒有裁判主人可知查考者 跟 有裁判主人可知查考者 那 沒有裁判主人可知查考者 他是說 怎麼樣呢 他說 那因為這樣一個裁判 他所依照 所依評 所依附的這個事實 並不存在 來這個 來讓其他法院來判斷有沒有重要事實相同的這個情形 背離司法個案裁判的本質 所以呢 這樣一個判例應該 在這個 修正之後不在於原用 那 呃 但是如果有裁判主人 如果從裁判主人可以看到這個事實的話 那 這樣一個判例就回歸一般的裁判 在這個本質 那就像其他沒有被選變為判例的其他裁判效率相同 那進而呢 而有適用其一其案的可能 那 也就是說 不管怎樣 這個判例有可能就是 過去曾經有做成的判例可能就是廢掉 那 或是說 如果他有有裁判主人還在還看得到的話 就不會廢掉 但是呢 他就會變成一般的裁判 而不是具有這個法律上拘束 是具有這個法律的判例這樣 大致上是如此 那再來是 決議制度未來的定位 一開始 我也先介紹一下這個 最高法院決議 它的背景是如何 那 最高法院的儲物規程的第32條 就規定到 民行事各庭位統一法令上之見解 得由院長召集民事庭會議 行事庭會議 或民行事庭總會議決議之 那這個就是決議制度背後的法律根據 那決議的效力是如何呢 這個最高法院的官網上有提到 這個民行事庭會議的決議 那他原本是要拿來統一 在內部統一 個庭裁判的裁判上的這個法律見解 那作為個庭辦案的參考而已 但是因為外界持續關注 所以才公布出來 那進而呢 可能大家考試上 也會常常考到一些決議的見解這樣 那可能或是在一些判決上 也可能會有這個判決來援用 它的效力是如此 簡單來言 它並沒有這個法律上的拘束力 而是作為一個參考性質 那但是畢竟是一個最高法院 統一見解的意思表示 統一見解的這個表達 所以呢 還是 呃 某程度上具有一個事實上的拘束力這樣 好 那 欸 再來呢 這個背景介紹完 那我們來講 這次是 它的存費是如何 這次呢 這次的這個草案修正 法院組織法草案修正 呃 雖然沒有提到決議制度 但是因為決議制度本身 原本製作上沒有 嚴格意義的法律根據 只有這個 最高法院處律 歸程第32條這個 依據 所以說 呃 草案中就有提到說 因為決議制度 在這個大法庭制度施行後 已經沒有存在必要 當然會不代明文規定 也就是說 過去沒有法律 沒有嚴格意義的法律根據 那現在 呃 要把它廢除 也不需要嚴格意義的法律規定這樣 那為什麼它沒有存在必要呢 因為它存在目的就是要統一法律見解嘛 那既然現在已經有大法庭 可以公開的 那 或是 仔細的就個案 來表示一件符合審判權 符合司法權的這個本質 那 所以 這樣一個 有 有點 違憲的問題的這個 決議制度 就沒有存在必要了 好 那另外一個要提到的一個小點是說 這個 呃 決議它並非奇異提案的課題 那 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決議提案是指說 最高法院曾經表示過意見 那 具體而言是 有裁判表示過意見 但是呢 那 決議只是一個他們開會做成一個結論 並不是最高法院各審判庭就個案表示的意見 那如果要 呃 提起這個奇異提案的話 應該針對 各審判庭在這個決議出現之後 根據該決議一直做成的後續裁判 來認定有裁判其意的情形 好 那 今天就先要到這邊 那我們這個大法庭制度的草案公布 草案的內容 我們也介紹完畢了 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這個 呃 後方連結去看呃 之前的文章 或是這個 呃 呃 司法院公布的這個 呃 草案 內容這樣 好 那今天到 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收聽 掰掰